影片中的学生一起翻滚 热情展现青春活力 这是翻滚吧 阿信今天举办热鞋影片 大幕及记者会播放的影片 彭于燕和陈汉点等艺人 也都各自发表拍摄的影片 其中柯宇伦和陈汉点的搞笑画面 更是逗得全场爆笑连连 在我在演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蛻变 我希望这部片不只是讲运动员翻身的机会 而是所有看电影的人 周遭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翻身的勇气 翻滚吧台湾影片征舰计划 7月正式开跑 就是要让全台各个角落的人 都感受到热血沸腾的力量 李烈表示 第一名有奖品 奖品是台北曼谷台北翻滚机票两张 并且在这边 我会个人赞助他们的酒店费用 恩业 这边就可以听见了 林玉前导演之前在电影六号出口票房失利 他笑称这部片包括自己 彭于晏等人都要拼一个翻身 16号出口拍完 我就跟他信誓单单说 我们接下来开始环游世界各大影展 但是很抱歉 我们哪都没去 5月的时候 烈姐带我们去砍城 其实我们两个是异常兴奋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就是当所有入场整入完 我们就去红地毯 稍微touch一下 那我觉得对Eddie来讲 他应该做一个演员 他应该看到他的未来 那对我来讲更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此刻对我们两个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翻身的节目 啊 人们也要穿衣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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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您好 太过留言请您三点前到水闸门 今天晚上九点 明天明天再号十元 YOU YOU 台湾型帕记者林杰李冠燕 采盘报导